我們今天主要要介紹的第一個東西 就是叫做奈米製程的技術 那因為大家知道如果奈米的東西有應用性 那你就需要把它做出來 那做出來 一般你在 paper 上看到的方法 大概都是我在這邊所謂的貴的方法 所謂的用focus R&B 或者是 E-B 以下 這兩種技術基本上是一個非常 popular technique 不過它們非常的貴 它好處 店家好處 它可以做幾乎 你可以設計以後來的東西 幾乎都可以做得出來 然後它非常貴 然後做得非常慢 所以通常 paper 上可以顯示出 不過生實的產品端 它只是說我可以做出一台給大家看 所以 for quarter-pile device 你真的要這個東西有商品的使用器 就是說你這個技術或這個結構真的是有用的 我們需要能夠用比較低成本的方法去把它做出來 低成本以及高的方法 那這種低成本和 high throughput的方法 基本上我是在這邊把它分類成 所謂的比較化學的approach 跟 physical approach 基本上就是說它用到的基礎原理是什麼 那這邊我們舉了幾個例子 後面我們會稍微講的比較清楚一點就是說 它其實這邊前兩個它就叫電化學 第三個叫有機化學 所以就是說你用到你如果是這一方面的 background 然後你活用一點學到的東西 那你可以用它來製作一些難結構 或者是你是不是化學的而是比較物理的 那我們這邊neo Imprint 剛剛魏老師同事 魏魏魏老師講的非常地多 那 Imprint 也是所謂的最商業化的技術 所以我們基本上不會多講 不過還有另外其他的所謂的 Neo Stensile 或是Neo Sphere 相關的技術 我們會進一步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個技術 FORM3B 的技術也許有些人不知道 不過反正它就是在一個電子槍裡面 然後用電子術先去用碳 這裡是要 這邊要挖一個洞 然後它就用所謂的離子去把它轟起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像 你用一個槍帶一個沙地上去挖出一個東西 所以它的動作一定是非常慢 那你的子彈的大小就是基本上是你的Resolution 所以它是你的Ion非常小 那你的Resolution就可以非常地清楚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方法 不過它就是一個你要有一個很貴的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2000萬應該是只能買一個針鋒槍 如果真的是Walking的大概是四五千萬 那你買了還不是只是買了 你還要養它 養它就是要花很多錢 然後你養買得起養得起 可是你要用它做一個東西 要做得很久 然後它也很小 所以就是說真的 這一種方法是目前大家學界上 奈米結構你可以看到非常多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為什麼它的實用性不高 就是說它用到這些精準的奈米技術 然後它只能做到第一個海技 然後再聽到一個孫 Durham 可是委呈的給予你 只能做到一個個幾個很小